手机自带的手电筒怎么打开 怎么调节亮度 现在的智能手机多数都有自带的手电筒 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机 手电筒一般被放在手机后置摄像头旁边 有两颗或更多的LED灯珠组成 打开手电筒的方法很简单 有些手机还能对亮度进行调节 如果你也对此感兴趣 欢迎和我一起来看几种操作方法 方法一 在快捷菜单打开 手电筒和其他快捷选项一样 如蓝牙、WiFi、NFC功能等 通常是默认放在快捷菜单下的 从手机屏幕上方往下滑 把快捷菜单调出来 找找有没有手电筒 如果没有找到 点击编辑或设置按钮 可对快捷菜单进行自定义设置 在这里找到手电筒 将其拖动到上方面板上 再次下拉呼出快捷菜单 单击手电筒开关 即可快速开启或关闭 有些手机的手电筒还可以调节亮度 长按手电筒开关三秒试试 看是否有新的页面弹出 比如我的Vivo手机弹出的新页面 可以选择亮度 如果长按没有弹出这样的页面 说明手电筒可能没有更多的调节选项了 方法二 通过快捷手势打开 第一种方法的步骤较多 设置一个特定的快捷手势 可以进一步简化整个流程 打开手机设置 在里面搜索手电筒 点开有标注快捷字样的选项 在这里选择你喜欢的手势动作 比如长按某个键或双击音量键 设置完成后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动作 直接开启或关闭手电筒 无需用到快捷菜单 方法三 用语音助手打开 前两种方法都觉得太麻烦 那不如出动你手机自带的语音助手吧 它可以协助你完成许多操作 免去许多繁琐的步骤 先把语音助手喊出来 告诉它打开手电筒就可以了 虽然他们有时候不太聪明 但是这么基础的指令 还是可以比较顺利的执行的 怎么样 以上三种方法 你更喜欢哪个